其實要教這個真的有點忙碌 因為我要管那個 管桌上寫的 又要管手機 又要管麥克風 我只希望有人可以幫我多一隻手 因為我還要再跟姐說 不會沒關係 大概跟大家知道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你可以灌一下 這個人就會住著 他有個好處是說 這個程式比較簡單 簡單的地方是怎麼樣 它可以就是說很快的 有點像傻瓜程式 它可以一鍵優化 怎麼樣一鍵優化 就是說你可能你在開啟很多的程式的時候 你沒有關閉 那它會造成你的這個記憶體用越少 那如果你的記憶體用越少的話 你的手機會越來越慢 不過另外它還有一個什麼 底下會有一個廣告有沒有 實際上這個廣告也是未來 這個APP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 因為有廣告的話呢 它就可以不斷的收費 如果說你使用它的APP的話 它可以因為這樣賺到錢 那如果說你希望 很討厭這個廣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右下角是有個移除廣告對不對 這廣告你可以贊助它 它就可以把你的廣告取消掉 不過你要付個費用就是了 那另外呢 這個程式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去做一個監控 你現在的CPU 還有你的 比如說你相關的 RAM的狀況 另外你的什麼呢 你的 甚至你的什麼呢 電池 電池電壓有沒有 像我現在電池電壓在4.033的伏特 那主要當然 它標準伏特數是3.7 3.7 那當然如果說你伏特數太低的話 電池可能慢慢的失效 另外還有個所謂RAM 各位可以看到RAM 它有個SD卡 那順便講一下就是說呢 幾個重點 每一台手機呢 都一定會有這個所謂的RAM 跟這個ROM 這個RAM呢 跟這個ROM 另外還有一個SD卡 那很多同學搞不清楚說 到底RAM跟ROM有什麼差別 實際上這個RAM跟這個ROM 你如果用這個電腦PC的概念來看 其實蠻類似的 這個RAM呢 實際上就跟我們電腦裡面這個RAM 很類似 它這個就是我程式執行的時候呢 會在RAM裡面執行 RAM裡面執行 可是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說呢 當我的這個手機 如果關機的話 那這個RAM裡面的東西就會消失 那這個ROM的話呢 主要有點像是我們 如果以我們現在的那個電腦來類比的話 有點像我們的CD 那個CD的話 大部分就安裝什麼 我們安裝一些APP 那我們的APP 大部分都安裝在ROM裡面 所以這個ROM 如果說你的容量越大的話 那你的APP呢 就可以裝的比較多 那一般呢 像我這一台呢 容量很小 只有380秒 一般甚至有512啦 或者是一區以上 那這部分當然你的ROM越大的話呢 相對你可以裝的東西比較多啦 不過呢 假如說像我現在空間只有69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 我希望以後也可以裝多一點的話 那當然在2.2以後的版本 會有一個叫什麼呢 APP to SD 也就是說呢 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我的記憶卡 下面有個記憶卡 我把這邊 好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我現在裡面有裝一個記憶卡 是16G的 但是計算出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底下這個SD有沒有 這個記憶卡 S卡的訊息 目前使用的12G 空間有2.69 總容量呢 是14.88 那其實喔 你也想說 那不是買16G嗎 怎麼14.88 喔